也要来关心又有原警被霸凌的案件吗 高雄岗山分局一位赖姓原警指控 说他有一次主管私下跟他讲 因为他开红单 开到了分局长的朋友 因此被记两次申戒 还被调职 气到他把这件事情直接公开在网路上 也找了媒体爆料曝光这件事 没想到被指控这位分局长 他也直接具名的 在他po的文章下面留言返枪 说他尊重对方向他提告 但是自己也会誓死捍卫清白 警方现在发声明 表示这位原警过去就被申诉很多次 他的申诉率很高 是其他原警的66倍 认为是他专业性不佳 才被调离职务 原警把关民众交通安全 在路上开单执法 不过现在传出有原警疑似 开单开到惹麻烦 高雄市岗山分局一名 原载交通组的赖姓原警 在网路上具名指控 被主管告知 他开到长官仅有会好友的红单 遭人申诉被记了两职申戒 还从交通分队调至其他派出所 不过对此分局长也罕见 在底下具名回应 身为单位主管百分之百的责任 如果认为分局抹黑你 尊重你捍卫名誉 而提起诉讼 但也请相信自己 也有捍卫分局团队的决心 对此岗山分局督察组也出面说明 警方表示赖姓原警今年到现在开单数为九百零九件 就有三十件被申诉 申诉率是百分之三点三 而其他同仁开单数一共是四千八百二十件 申诉件数只有十件 申诉率仅百分之零点二 认为是赖姓原警专业度不足才会遭到惩处 绝对没有开单被关说的情形 针对原警不实指控 已经严重影响警域 将以规定报警市警局进行调查 华氏新闻参谋局陈信仁高中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